現在我們講好這個Zoom的一些功能之後, 我的名字叫Elizabeth Cooper, 很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公共意見的會議, 關於我們這個海岸復原的議題。 我們很明白你們的時間是非常之寶貴, 可以做到其他事情, 很感謝你們撥時間來參加今晚這個會議, 你的參與是非常之寶貴的, 以及對於我們這個海岸復原的項目是非常之有幫助。 我們有一個民選議員Don Chen, 今天是參加了這個遙距的會議, 很感謝你們的夥伴關係。 這個對於我們的市長希雷這個海岸的復原性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我們的海岸對於這個環境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影響到我們的地方的水浸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就是有一個提議這個海岸復原的地區。 我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強調一聲, 今晚這個只是一個草稿, 是草意來的。 因為我們就想聽到大家的聲音, 然後就是令到我們接下來的建議, 是更加反映到大家的意見。 現在將時間交給Elisabeth, 謝謝你。 那我現在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項目裡, 就有幾個更新的項目的。 那我們就想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你是第一次參加我們這個會議的話, 很歡迎大家。 那我們就是, 剛才Stephanie說過, 我們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海岸復原地區的目的, 以及功能、那個原因和一個問答。 然後我們會講一下比較一個大範圍的, 合作夥伴的項目。 我們的目標和一些的例子, 以及一些公共市民的給我們加入的意見。 然後我們會講一下未來的2030年, 我們的社區的風險的熱點。 關於這個熱點的目標和一個原因。 然後我們會講一下我們的海岸復原性的, 可以用到的工具。 有一個概覽和一些例子, 以及一些公眾人士的意見。 然後我們最後就是講一下一個步驟。 我們有一些接下來的跟進的訪問。 還有12月接下來也有會議。 那也有一點時間給大家發表意見。 那麼我們會議應該在7點30分會完結。 那麼我們今晚這個會議的一個指導的原則就是, 我們會出現。 還有我們是會預計大家都是一個有好的, 就是你們的意向是好的。 還有我們會很留意我們的影響。 還有對於其他人的角度的意見, 我們要採取開放的態度。 我們就是會製造一些空間。 還有我們也是可以給時間空間, 給其他人可以有機會的。 那我們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技術上的專門性, 才可以參加的。 也沒有問題是我們會說是很差的問題, 或者是傻的問題的。 所以你儘管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跟我們發表的。 那我現在都交給時間, CCM的Jullian, Diana Moran。 早晨,晚安,你們好。 我是Diana Moran。 我就是一個主席在CCM那裏。 那我首先都回應Elizabeth Cooper, 想多謝大家今晚撥時間來參與今晚的會議。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1月份的時候, 都有參加過我們的活動的。 那接下來我們這個計劃的概念, 我們就是在2023年開始這個計劃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是負責可以再進一步牽涉的部門, 包括這個能源和環境局。 這個行政辦公室是給能源和環境局的。 然後CCM就是海岸區域管理局的辦公室。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指導各個州份和本地在這個海岸的復原性的政策和一些管理的行動。 我們會介紹一下那個過程。 那下一個投影片, 我們就會看到有六個主要的目標。 那第一個呢, 如果你們是去年1月的時候參加過我們的會議, 你就會是可能已經聽到的了。 那麼我們會看到這個就是接下來我們的計劃。 那麼我們更新一下我們到目前為止做過的工作。 那麼首先就是這個項目的更新。 我們就是第一個波的時候的總括就是介紹了我們的架構。 那個發展的目標和這個指標。 那麼有兩個是外在的工作團隊。 有兩個我們的部門裏面的工作小組。 有兩個公眾會議和這個是環境公平的焦點小組。 我們也是搜集了一些回饋和一些回應。 在這六個目標的一個指標。 然後我們也是進展一個技術上的工作。 是在過去的春天和夏天做的。 那麼我們就是探索了一些的原因和一個空間的分析。 是去詮釋和界定一個區份的。 然後我們也是組成了一個海岸恢復的策略。 然後有一個是延遲的時間表。 就是用來加強這個參與性。 還有我們會是參與這個公眾。 在冬天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公眾的意見。 就是關於這個草稿。 我們是在未來的地方。 因為那些有朋友看不到這個草稿。 那去年春天的時候,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基礎的工作。 可以給我們的計劃向前推展。 我們有這個技術上的框架建立了 我們接下來在冬天就會有第三波的公眾諮詢的會議 我們接下來就是會有一個 冬天會有公眾的意見諮詢的 這個就是今天的討論的第一樣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我們整體上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這個可能是有些新的 有些是今天是現在講的 有些可能是第三季的時候會講的 這個自從我們去年2023年開發這個項目之後 我們就會發展了一些海岸恢復的策略 我們就會有一個社區的風險的熱點 包括人、房屋、公眾的基建和經濟的資源 另外就有一個海岸的形狀的 我們就有不同的海岸的環境 這個土地使用和發展方向的 我們這個全個海岸的策略來講 就是一個全個州份會採取的策略 會有這個規管 這個財務上的支援 和其他可以推進的元素的 我們這個就是會是地方 基於地方的策略的指引 就可以適合這個策略 是建基於這個海岸的危機 和他們的形狀的 我們現在開始就是想說一下 我們的海岸恢復的地區的一個草擬 這個就是讓我們主要可以用來討論的 在這個階段 我們就想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這些分區是有什麼的目的 和我們用什麼方法去分區的 和我們會講解幾個例子 你不知哪樣可以呢 是令到這些地區是有什麼特性的 那這個海岸恢復的地區的目標就是 提供了一個分享的了解 明白一个的自然的地區 和他們有些什麼的特色 它在海外恢復的策略上擔當什麼角色 我們也可以開展創立一個共同的框架或者語言 可以幫助我們處置我們區份的項目或者是夥伴性 然後這些項目或者夥伴計劃是我們有共同分享的風險系統和基建的 我們鼓勵一個知識的分享在海岸復原的策略上 我們也推動一致性和一個最好的實踐方向 就是我們差不多在這個海岸一路相似的地方 但是我們不會打算用一個優先次序的量度 也不會打算有一個獨特一個項目或者獨特一個地點的工具 有三個主要的資訊的資源會用的 我們就看到麻省這個一路沿岸的地方 就會有一些鹽的沼澤 有一個底檔的海灘 有另外一些海灘或者是一個沙丘 還有一個中央的海格 有些海岸復原的策略 就是底下我們會採取哪一種的策略 我們然後看一下這個分水嶺 還有這個是刺盤地的情況 我們就會看到有一個草稿的時候 然後我們會看到有些分水嶺的名稱在這裏 然後現在最重要的話就是現時 或者是未來將來這個海岸水浸的風險 那知道這個風險之後 我們就可以推動那個邊界 那這個就是百分之一 零點一的每年的機會是一個水浸的 那這個是在內地 即是在地裡面的 那這些地區是怎樣是成為這些的 這個是在海岸這個陸地裡面 那我們是一個分區性的一個分區 或者是 主要是看回它那個 零點一百分之零點一個 每年的機會是有泛紅的情況的話 就是預計是接下來是20到2070年的 那大概是有20個社區 就是會部分就會成為這個地理上的地區 就是因為他們到2070年那個水位的情況 使得他們撥入了這個洪水的地區裡面的 那我們也都會是檢討所有的邊界的地方 我們什麼時候是會是修改這些的班 這些的周邊呢? 就是他們有沒有一些的共同的基建系統 會不會已經是跟其他一個的洪水氾濫的地方 是重疊的? 那我們也都想確保呢 是知道這個是海岸的侵蝕的風險 因為呢有一些的在海岸的地方呢 怎樣是可以反映到那個風險的抵禦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方法呢 那我們呢就是儲稿了15個地區出來的 那去到有島嶼的島嶼啦 或者是南角South Cape 那北至這個Upper Merrimack River 我知道你們都是很想看一看那些地區的 那不好意思因為在Zoom這裡就看不到的 那但是呢 我們呢這些明明呢 有些是借了這個分水嶺的名字去 去明明這些地區的 有些地區 那我現在呢就講一講一個機會 怎樣是講一些深入一點 還有呢是獲取你們的回饋的 那我現在呢是交給另一位同事呢 跟你講一講這些地區呢 是怎樣分有什麼分別的 那現在第一個 好多謝Diana 那我們就會用這個海岸的資源去劃分這個邊界的 那這個呢就是一個大的沼澤 就是在Salisbury和Newburyport那裡 那個特色呢就是它有一個左隔的海灘 和一個鹽的沼澤 那關於人和發展方面呢就是都是低人口和這個發展的密度 然後呢就是會有一些高密度的呢就是他們會聚集在一起的 例如呢在這個Salisbury和Newburyport那裡 那還有呢這些大部分都是沒有抵禦的一個海岸線來的 那關於這個海岸的水浸和這個侵蝕關方面呢就是有一個高的海浪的能量 一邊一直沿著這個海洋的海岸那裡都是有一個高能量的浪的 另外呢是這個沙灘和這個沙丘的侵蝕 那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這個Buzzle's Bay 那主要的特色呢就是它在這個海岸資源方面呢就是有一個的 是間隔的海灘呢 鹽分的沼澤 和一個海岸的水浸 水浸平幼的 那這個人類和這個發展方面呢就是 在這個人口和發展方面呢都是屬於低密度的 那這裏呢也是屬於這個環境公平的人口 那還有呢 而比較高密度的集中地呢就是在Newburyport和Wareham那裡 那就是這裏呢是有一個混合了 有抵禦和沒有抵禦的海岸線的 那就是有這個農業方面呢就是包括這個小熊妹的種植場 那然後這個水浸和這個侵蝕方面呢 我們就是很低的浪潮的那個範疇 那還有呢是很大的海岸的水浸平原的 -,麻煩了NASA 麻煩了NASA 那我們 我們講不得全部的15個項項的 那我們會很欣賞如果你能夠跟我們是分享 那現在我就想看一下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想澄清的問題 可以按聊天室 或者是問答那個按鈕那裡告訴我們 那你也可以用舉手的按鈕跟我們說 那我們給一分鐘時間看看有沒有人 對於我們那個整體的方法 或者這些地區怎麼劃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可以儘管發文 那我們現在會是繼續住先的 如果待會有朋友有問題 我們會再暫停你回答 有人問有沒有第三種的方法 那就沒有價值只有兩種的 那我們一會兒 現在交時間給Julia Naisel的 我就是海岸地區管理中心那裡的辦公室的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州政府撥款的來運作的 那在南岸那裡呢 自從2021年開始我們就跟Dusbury那裡合作去 去瞭解他們那個市鎮的邊界 現在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是一個長期是受到自然侵害的地區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也都是有一個類似的脆弱的海岸線 一路沿著Marshville 和Dusbury呢 是由於有這個海 海牆Sea Wars呢 以及這個 的影響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例子 咦 我們是有四個社區一起工作的 這些的地區呢 就是有一個的 維持一個平衡的自然的資源 我們呢 也都是留意呢 這個的沉植物呢 怎樣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是有什麼轉變的 那又不是呢 是同一樣的 資訊呢 怎樣在我們的社區那裏 是有一個的 一致的 這個回應 還有 他們呢 已經是 2018年開始 已經是一起工作的 那麼我們都鼓勵大家 都可以看一下他們的工作的 那麼這裡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運行 就是由這個是 這個有兩個撥款的計劃 就是協助在Charles和Everick的 在2019年的時候 我們呢 就是會看到這些的 非常之工業化的地區 那麼我們呢 就是在地面上面呢 看看怎樣可以呢 是解決啦 或者是認知到 這個地面的水浸的 那麼這個呢 那麼這個呢 也都是有 有公眾 也都是有這個FEMA的參與 我所說的是這麼多 多謝 那麼多謝 Julie和我們說了一些例子 那麼我們現在呢 就是想問一下在場的各位 你們有跟這些地方 或者是有些什麼地區 有什麼聯繫的 那麼我們 你覺得呢 你們有些什麼的合作的意見呢 讓我們的州政府支援到你們這方面的合作 那麼在螢光幕那裡呢 還有在這個聊天室那裡有個連結的 你可以參加這個Menti的會議 就可以掃描這個二維碼 就是可以參與到的了 那麼我們呢 我就是留下一個二維碼在這裏 我們呢就是想聽到大家的 那如果你想發言的話呢 請你說出你是相關的市鎮啦 或者你跟那個地區有什麼關係的 如果你想發言的話可以舉手的 可以參與 那麼有一個的問題在這個 這個... 有一個問題在問答那裏 有一個問題在問答那裏 那.... 還有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 這個Nip councils River 的分訊 gerçek紹介 Param Grey 的 分訊完略沒有看過的 那個共濟 além熱波充滿河的分� 所以賺到是 glauben Viator 的吸引 提益社會 polic siguiente passer看到了 就有這個嚴訓沼澤的恢復和遷復的 還有這個北海岸和但是就是整個沿岸的地方 有這個海灘的維修恢復 那因為有很多的意見一口氣就是轉進來 所以我們不能夠逐個可以說的 那怎樣可以支援到這一類型呢 是全個州的意見 如果有人想是口頭上是開麥克風發言的 你可以發言一下 有很多都提到這個沼澤的情況 還有一些另類的使用的用途 用這些地區 還有怎樣可以減少海岸侵蝕的情況 也都有提到是怎樣購買 那也都提議有一個的恢復的權力委員 就是可以爭取到更多的撥款 還有監察這個大型設計建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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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想法是關於一些很高密度的人口的地區 那我會繼續把這個大型設計建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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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社區風險的熱點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地理的地區 這個就是一個很緊急的項目 尤其是是接近2030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些地區 就是有些地區是比其他地區 是更加緊急的 是需要一些的計劃 去處理這個海岸的恢復能力的 我們就希望可以做這個練習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到地區性 州性 甚至是聯邦政府那裡 是可以有更多的資訊的 我們暫時就還未分到那個原因 就是怎樣去分配這個社區風險的熱點的 我們暫時來說 我們暫時來說 有三個分別的類別 包括這個人和房屋 第二個就是這個公共的設施 和這個社區建設的基建 第三個就是關於這個經濟上面的 那譬如是有警察消防或者醫院 影響有幾大的影響呢 然後關於這個經濟方面的影響呢 我們除了這個是我們人的住屋方面呢 我們會看一下那個工作的密度 或者是其他的 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去創建 有三個的分區 就可以是 認出哪裏呢 就是一個高密度的 和一個高 洪水受災的地方 那我們會有一個地圖呢 就可以讓你們看到哪裏呢 就是水浸的熱點的 那我們呢是 會接下來有一個公眾的意見調查 會接下來有一個公眾的意見調查 用來應對2070年的海岸線的 那如果呢 你看回這個 有兩個程度的工具 我們就是講這個是全海岸線的 我們呢現在是集中精神呢 就想看呢 在我們的州份來說呢 有些什麼工具是可以加強呢 就是怎樣可以有一些的成本 更加有效的方法呢 是有這些的我們州份的工具 是去改善我們海岸的恢復力 那這裡呢就有幾個的例子 我們呢剛剛說什麼叫做州份的工具呢 那就是分開這三個桶的 那這個呢就是 用來呢是限制回 你怎樣去想 怎樣去幫到我們不同的地區的 那第一個呢就是有政策啦 還有這個監管策略啦 那包括這個草耳的更新啦 是在這個麻省的水份 M.A. Waterways 和一些的濕地的保護行動啦 嗯 VIPA的環境公平 和這個氣候的勿grown 然後呢就有Mask DEP 這樣可以呢 怎樣可以找到一個 怎樣有一個撥款、技術的支援 以及我們的大樓的限制 我們會透過海岸地區管理局辦公室的海岸恢復 以及市政的準備基金用來援助這些項目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分類就是這個計劃和統籌 包括有州份、大區份、本地和一些可使用的資金改善計劃 就是有貧貝的學習和一個城市化的海灘的委員 我們現在暫停一下 看看我們有沒有朋友有其他的問題 關於我們剛才分享了的資料 或者是對於我們那個區、州份有什麼工具 有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會… 我們首先想看看朋友有沒有一些澄清的問題想問 今晚我們的朋友都很靜患 那我就會把這個意見的應用程式的APP Many time 呢 現在有Michael想發言的 我呢就是在 Salem, Massachusetts 的水浸地區 我們就是從2018年開始的 我們已經是工作了好幾年了 但是呢 疫情方面呢 就影響到就是… 就是趕不及的 比較慢了的 那這個財務方面呢 那這個財務方面呢 我們去年1月的時候有很大的水浸 有41個41戶的住客 他們那個地庫都是受到水浸的 但是我就不想拿太多的時間 那我們的城市想拿多些的撥款資源 那這些地區呢 在我們的意見呢 是有很多朋友是需要 可以得到這個保護 所有的回饋呢 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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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林的城市的朋友呢 都會是… 非常之欣賞的 那我邀請呢 是… 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朋友發言 然後可以講一講 你們現在面對的挑戰的 我們… 我們… 那我見到Bird Research的意見呢 就是… 嗯… 我就喜歡這個熱點那個方案的 但是我就…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呢 包含了2040年呢 那個的水浸行道 還有… 還有… 再加上203年的 或者呢 就只是203年的那個呢 因為呢 現在不是太多時間呢 是去… 規劃啦 設計和執行的 那我們呢 是需要呢 是簡化那個… 申請… 申請… 申請許可證的 那我們… 很多謝你的意見 咯 那我… 有一個意見呢 就是有一個… 很多的計劃 但是呢 就不是很多呢 是執行得到的 那我們呢 是怎樣可以是… 解決到這個… 我們有一個限制 有多少的能力 我們是應付得到呢 那這些的金錢呢 是可以支持一些的項目呢 是去… 改善和保護這個自然的資源啦 就是在… 私人的物業附近的 這個… 這個… 州份那個… 容許的… 調節呢 就是… 容許… 是… 可以… 容許… 容許… 第二呢 還有… 是可以一個… 是快捷點的… 的… 原案恢復項目的… 那… 最大的… 執行的延遲呢 就是… 在… 在… 麻省這裡的… 那我就想… NASA呢 講講講 203年那個… 海岸那個熱點的… 地圖的… 那… 那… 那我們呢 就會是… 看到那個… 在… 海岸恢復的… 計劃會是怎樣的 因為我們會是看到一個 長遠一點的計劃 因為我們的朋友呢 都看到我們都很… 怎樣改變呢 這個… 決策的… 過程呢 因為有… 已經有很多事情是要去想的了 那… 那…還有呢 我們有一個… 很好的… 那… 那… 就是… 二十幾、三十幾年…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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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NASA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那… 那… 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點子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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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已經是一個州份的項目的話 這個是2030年的預測就未必是這麼準確的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行動都是在準備發展的 這個很多時候都是在等著一些的撥款 因為如果他們說是2030年的黑點的話 2040年更加會是嚴重的 我們看到連天室還有一些的意見 我們了解到一個本地的政府在整個州來講 都是在他們那個海岸恢復計劃上面 和執行方面是有截然不同的 那你們CCM怎樣是綜合和計劃合作發展呢? 適合不同的本地政府或者不同的地區的項目呢? 那我想大家都會知道 那這個會是多一些的對話 這些的計劃怎樣是互相關聯和影響得到的 那這些我們都會是很想得到大家的回應的意見 那你們是需要怎樣做呢? 我們現在才可以就是做到這個真正的現實出來的 有 有些朋友都覺得是 就是我們州政府應該是有一個角色在那裏 是調節或者進行不同地區的市民 是發出他們的意見的 那因為呢 有 好像最近 那些海岸恢復性的項目呢 那些海岸恢復性的項目呢 就是對於 但私人來說也是很難進行得到的 那些海岸恢復性的項目呢 對於私人來說都是很難進行得到的 Diana,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點子 是想或者是有什麼方向 你想帶領我們的對話? 我就是想很多謝大家的回饋 這些是很有用的 我見到在這個問題上問我 我們會不會看看這些XYZ的幾樣項目 我們現在想看的是 有什麼對你們來說是最有用的? 我知道你們想知道 有什麼新的政策 或者有什麼新的項目 你就不去 你不用害羞 就是儘管把你們的意見寫給我們看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想看 你們有什麼意見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看到有幾條問題關於那個州 還有一些什麼工具和溝通的渠道 可以參與到這個過程 是可以幫到大家的 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 USA的項目 就比我們現在這個 海岸恢復性的題目 是比較狹窄的 那我們就會做一個資訊的交流 這個就是會比較地域性 就是很指定的地域 這個是海岸的恢復就是 會跟他們一起配合 會跟他們一起配合 那我們也都可能 因此就是 帶領到一些的 合作的執行性的 在這個聊天室那裡 就有問題就是 關於這個時間表 那很感謝Kyle的意見 那也都是有這個許可證的問題 我們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問題 轉化為一個的建議給我們 我們會很感謝你的 我們就要將公眾的意見 讓我們了解 看看有什麼的議題 是要了解的 是要了解的 有什麼的議題 是要了解的 有什麼的議題 對於是要分析的 不少齊 反正不少 那我們現在 你可以用這個 您可以用這個 眉頭或是用這個 聊天室 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示範給大家看的 那你們可以繼續 那怎樣是可以達到更多 跟公眾人士收集意見 那這個是現在我們就會給你們看一下一個工具 那麻煩Elizabeth 那在這個會議最後的時候 或者我們會是把電郵的方法 發給今天到達來到會議的朋友 就有一個的意見調查 那我就會給大家看一下怎樣可以去到這個的意見調查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但是我們現在是示範一次的 那這個的調查是開頭的幾個問題 就是一些背景的問題 你的背景,你的名字,你和什麼組織 或者什麼地區是有關的 那你會見到那個Map Viewer那裏 那然後 你會見到那個Map Viewer那裏 那我們剛才會見到 是有剛才所提及的那15個海岸的地區的 你可以是放大 也是可以放大或者縮小的 那你每一個顏色都是有不同的意思 以及分了不同的地區的 那你可以透過不同的 如果你是放大得太多就會不見了那個顏色的 那如果是不見了那個顏色的 你就要縮肺一點點的 那你來回這個意見調查那裏 那你是屬於哪一個地區的 那你想是為哪一個地區提供意見的 那然後呢 就是對於這個海岸恢復項目那裏 那裏有些什麼的一般性的意見 你或者是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寫在那個方格那裏 那是下一個問題 就是把你的先後次序 接下來關於這個海岸恢復性計劃 就是排序的 那一就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覺得 那那個數字越大 就是你就覺得那個重要性越低的 那如果你是順次序 你可以是拉上去 用你的滑鼠那裏可以 按下去 然後呢 就是拉上去你想要的先後次序 如果是想再重新做過 你可以是按回重設 那如果你是選擇一個先後次序 是其他的話呢 那之後有一個方格的空位呢 你可以解釋 究竟有什麼其他的方面 對於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那你 你接下來就是可以打你的地址下去 你可以是搜查用地址來搜查 或者你可以用一個滑鼠 是畫過不同的地方 你會看到是不同的地方 那譬如現在在看這裏呢 就是波士頓地區的北岸的地方 那讓我們知道是一個海岸 海岸復原的機會 一個海岸復原的挑戰 那你都可以是關於不同的範疇 可以是發表意見的 那譬如你按下去的話呢 你就看到你所選擇的地區 那你就選了譬如說是一個挑戰的話呢 那你可以提供最多一千字的意見 那譬如說是 這個對人民的傷害 這個水滲 那你就可以上去那裏 就按那個加號 然後就會加了多一個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第二個的地點 點擊下去那個地圖 那然後呢 就可以在那個空格上呢 就寫第二個地點的意見 那你可以呢 就是你想要寫多少個地點 都可以沒問題的 那然後最後呢 你就是對於我們的方法 那個解…那個意見 你都可以寫下 然後最後按投交 submit 那樣我們就會看到的了 那現在我們會在聊天室那裏呢 是跟大家分享 剛才那個調查 和意見調查的那個連結的 那希望你們都可以 和我們分享 那可以看到我們那個州政府 怎樣可以 如果你有問題 關於那個的意見調查的示範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的 那我們呢 那現在剛才剛剛呢 我們說過那個 那個意見調查的一個開放的回應 那是每一個的州份的工具 你都可以為我們全州 又或者是一個特定的地區 發表你的意見 或者是發問問題的 那如果呢 今晚的朋友是有登記到參與今晚的會議 我們呢都會是跟進一個電郵 是將這個的 問卷意見調查的連結呢 是發給你們的 那我們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會有一個 的 來著冬天的時候呢 呢 我們這個的 就會有這個 海岸 回應恢復計劃呢 就會有一個草公 就是公開呢 給公眾人士是發表意見的 那 那 接下來呢 我們會有一個辦公室時間 是歡迎呢 是大家可以在辦公室時間呢 是來發表你們的意見 或者是發問問題的 那 如果 朋友對於今晚 這個 意見呢 是 這個 這個 離遲了 想是 想再聽一次呢 我們來著星期五早上 10點呢 都是有跟今晚的內容一樣的會議的 那 有什麼意見 是 問題是 現在想發表的呢 那有一個朋友的問題呢 就是 可不可以 就是 把局部 局部完成的調查 意見調查 可不可以遞交呢 那 應該呢 就是你想和一些的委員 是去 那 好 多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和你們的意見 那 我們這個 的會議 接下來星期五 會是再舉行一次 等今晚呢 不能夠參與的朋友 多一個機會 可以參與的 那 我們 還有呢 還有 更加多的機會 給大家參與 是 好 多謝大家 祝大家晚安